提起奥运会,就不得不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届在中国举办的体育盛宴被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称作是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而在随后举办的里约奥运和伦敦奥运都被拿来与北京奥运会做比较,显然北京奥运会被当作成了举办奥运会的标杆了,也许是中国举办的奥运会太过出色。 北京奥运会以后,这一体育盛宴就仿佛成了烫手山芋,但也没有出现多国抢着申办奥运会的热闹场景,甚至到了2024和2028年奥运会申报时,变成了无人问津,也许国际奥运会也是认识到这一点。 最终奥运会承诺大力度援助才敲定了2024和2028年奥运会的举办程式,经过国际奥运会通过讨价还价之后,报贴给巴黎15亿美元,洛杉矶18亿美元,赔钱把奥运会的申办权给买了出去,但到了2032年奥运会承办国家时,又成了奥组委新的烦恼。 对此国际奥运会主席托马斯·巴赫不止一次的示意东国继续申办,如果仍然没有国家愿意承担,他们将会硬性指定申办程式,而北京则是他们的首选,因为无论从国家实力,人员还是赛事举办的成功度,北京在全世界的优势无人可比。 对于这等大事,中国奥委会并没有表态,毕竟西亚仔细权衡才能做出决定申办与否,不过,另一个人口大国印度,却在近期不断发声,直言其有意截除2032年奥运会的申办阶格。 此外,印度还希望在2020年,承办亚洲沙滩运动会,2030年承办亚运会,印度奥委会希望通过申办奥运会成功,让其成为印度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催化剂,并借着改善印度除了板球外,在其余所有运动中所处的悲惨地位。 不过对于印度奥委会的想法,国际奥委会却对此犹豫不决,一方面印度不具备承办奥运会的能力,想想印度在2010年承办的英联邦运动会。 差点没让人笑出大牙,因为肮脏,恶劣的居住条件,100多名运动员集体宣布退赛,这一事件堪称体育史上的奇迹,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国际奥委会仍然在暗示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承办奥运会。 对于国际奥委会的表态,很多中国体育迷并不愿意中国当这种接锅侠,更希望看到的是国家能把更多的经济投资到国际民生上面,既然印度想承办奥运会。 那国际奥委会何不给印度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呢?让世界也看一下印度的风土人情,尝一尝印度的恒河水,支持印度申办2032年奥运会吗? 欢迎留言讨论支持中国体育,欢迎关注忠诚家族。